大家都会有兴趣问的 看看Thomas你能否回答 Katy来的,她就说如果选一只美股 All-in,持货最少一年的 她说你有没有推荐 最主要 你看到她的样子 就是因为听了All-in两个字 策略上你也可以给她一些建议 未必一定是说All-in 即使好看好多 分散风险也很重要 如果真的选一只 All-in 其实以前有人问过 这些问题一定会回答你 实际上问过 那只会是哪只 Google 即是Alphabet 不过现在买了 就预计会有少少 蚀蚀了 刚才说了 科网巨企业绩期前 升了 虽然我自己觉得她出业绩之后 也不会跌倒 但不算好位 好位大概近2500 就不是现在 既然想起来 持有一年 All-in-law 就是这一只 这一只属于草 坦白说 也不止是我们做的 我经常跟客人说 或者客人之前都跟我说 我早知道我就买了 买了就可以再找我更多 类似 所以如果真的 就是这一只 一只就Google Katy也有耐性 她说持货最少一年 她真的不是短炒 如果她真的跟你买 又有耐性 坐一年 你觉得看多少 即是上网多少 如果你说 大概一年 我想保守一些 可能三千日 是 三千 三千流上多少 你觉得她的增长亮点 最主要是什么 其实增长亮点 其实增长亮点 最主要是 alphabet 或者我们主要 以前说就是Google 因为 alphabet就是Google 没有公司 其实她整个 全体来说 最主要 其实未来 有两件 第一件 就是 除了她自己本身 一大堆 就是Android 或者 其他搜索软件 广告那些 基本业务之外 最主要 未来 大家觉得有增长 就是自动车 RAMO 那 这个 这是其中一个 另外 就是 其实她自己手上 也有不少 一些project 是可以 即是未来 有机会发酵的 以我所知 其实她 甚至乎 有一些 叫做抗衰老的 医药方面的project 和也有一些 再生能源的project 是很大的 但是这些 不会是短期 不会是两年内 会有发酵 但是大家始终 也不敢少看她的故事 因为你不知道 哪一天 突然跟你说 就是已经进入商业 阶段了 然后 随时 可能就是一件事 就令到她 升等三成 所以 这个原因 是大家看 alphabet 会是长期持有的地方 嗯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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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